美股三大指数周一涨跌户线 周六参议院终于批准了第三轮新冠纾困法案 该法案将在本周内回到众议院进行投票 最终在总统拜登签字后成为法律 有望从经济反弹中获益最多的股票领涨 但是高科技股则遭到抛售 给整个市场构成了压力 道指上涨305.61点至31801.91点 涨幅0.97% 标普500指数下跌20.72点至3821.22点 跌幅0.54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10.99点 至12609.16点 跌幅2.41%